好啦 用什麼意思的呢 好 大家看到一個叫QRY Transactions 對嗎 好啦 在QRY Transactions的時候 我突然間想做一件事 你見不見到 這裡是不是有Product ID 這裡是不是有個Customer ID 是不是 在Transactions那裏 那個QV 是不是有個叫Product ID 有個叫Customer ID 對嗎 其實就想想 這裡 Customer那裏 這個Table 又有Customer ID 亦有Product的Table 那個QRY裡面 亦有Product ID 是不是 喂 等等 現在是不是你所說的打橫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對了 對 沒錯 現在就說一件事 這個就叫什麼呢 Merch Merch 這個就厲害了 你想想到時候有10萬行data 去Merch 10萬行data的話 就過癮了 以前來說你有Vlog Up 行不行 每個感覺你一個Vlog Up 你 你明白我講什麼 現在 我知道 我告訴你 現在Merch了之後 現在開始銷售 未做已經銷售 然後你用了之後 一按鍵就是 好了 看東西了 首先 我怎麼叫呢 剛才呢 是不是Customer那裏 我叫這個 ID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學名叫什麼 PK 是不是 記不記得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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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了 這個PK就叫做Customer ID 這個PK就叫做什麼 Product ID 接著這個Transaction裡面 很幸運 它是沒有叫Transaction ID的一個PK 不過奈何可以告訴你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叫做CompositivePK 這叫做 OK 就是整堆東西加上幾個PK OK Anyway 看回到 其實呢 你見到 如果在Transaction Table裡面 我們這個叫 Product ID 和Customer ID 要做什麼呢 就Refer一個Foreign Table 去拿回數據回來 所以呢 這個就不是叫PK 我叫什麼 叫FK 叫Foreign Key 行不行 這個就叫FK FK 就叫Foreign Key Foreign Key Foreign Key 就叫FK 所以呢 FK就配這個PK 行不行 總之這個PK 就給FK去叫它 行不行 叫它就可以拿回PK裡面的資料 對嗎 譬如我們在Customer ID 在Table裡面 有一個Customer ID 我就拿一個Customer ID 叫Customer Table裡面的Customer ID 來找回相關資料 就要貼上去 對嗎 是不是 好了 來了 好 我現在要做什麼事呢 厲害了 我既然有Customer ID 有Customer ID 我就要把這三個Table 我再混合在一起 組好 整個Table 有Customer資料 有Transition資料 有Customer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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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夜過白 組好一個Table出來 是不是夠偉大呢 發達了 是不是 發達了 以前 現在就一夜過搞定 好了 現在要兩夜 不好意思 一夜都可以 應該可以 一夜都可以 好了 一夜過搞定 好 看東西 好 首先 Transaction QRY Transactions 好了 我玩什麼 我剛才想說 我玩這個 空裏面 那個叫什麼 Merch 我玩什麼 我不動 那三個原本的東西 記住 Original 那些QRY 我盡量不動 我不想去改 Original 我一直是怎樣 我想生一些新東西出來 那你就可以追查上面 有辣有不辣 你越生越多 越生越多 越生越多的話 就是怎樣 一個 兩個 兩個秒三個斷淡票 這個問題會出現 可以嗎 意思是你自己亂 你自己亂 你明白我說話嗎 好了 Merch QV S 6 好了 這個很明顯地 真是要玩兩夜 OK 我們要玩兩夜 OK 怎樣玩兩夜呢 好 首先 Merch 這個東西 那麼 它就會講一個問題出現 我就會Base on這個Transaction 去做一些事 對吧 我要Merch 什麼 首先第一件事 我就想要建立回 就是說 跟那個customer的關係 行不行 那麼怎樣 下面 我選哪一個 QRY customer 跟customer的關係 問題來了 你怎麼想 我就選擇 哪個是PK 哪個是FK 很明顯 在Transaction那裡 我就選擇他的customer ID 這個customer ID就是FK 對回哪個PK 就是QRYcustomer 裡面 這個就是他的PK 行不行 你看上面Transaction 我撞你的鬼 你的customer ID 會做成3449 行不行 起碼 如果你在哪個對表的話 你對哪個對話 不知道會怎樣對話 OK 好了 這個也不是重點 最重點就是下面去選擇 什麼來的 什麼叫Joint Time 這個就複雜了 這個 我告訴你 在PowerQB裡面 其實做任何工作 那個方式是很簡單 但問題最重要是不明白 好了 你見不見到什麼 Left Right 這兩個字 首先 右左右 又有Alter 又Inter 又Ant 搞什麼鬼 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 好 不需要想那麼多 所以Left and Right 就叫Left Table And Right Table 在我們這個數據世界裡面 在我們這個數據世界裡面 Left Table 就代表是第一個table Right Table 就是第二個table 就是這麼簡單 可以說嗎 這些是我們學者的專有文詞 行不行 是啊 不明白為什麼學者 永遠要做一大堆東西出來 行不行 行不行 Left就是第一個 Right就是第二個 行不行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現在這裡我們將會做什麼呢 我們最主要來說 我們就會做Left Outer 或者Right Outer 這兩個我們會經常用的 行不行 這兩個會經常用的 什麼叫Left Outer 什麼叫Right Outer 你先學會你們兩個 行不行 譬如那些我們慢慢有時間才學 行不行 Left Outer的意思是怎樣 我們會問 All From First Matching From Second 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第一個table 有的東西 就一定要有出來 而我們就會怎樣 在Second Table裡面 如果在First Table裡面 有出現過的東西 才拿出來 糟了 我不理會說什麼 嘗試想一下問題 地方有很多個customer 但是不是個個customer 都跟我們一定有生意來往 可以未必的 可以只有個profile 在這裡帶我們從來 從未有個個case 開過出來 跟他做過生意都敢死 可以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 或者有些supplier 我們可以有他的supplier的information 他會記錄成我的supplier however 他跟我們沒有生意往來都可以 對不對 那如果我以個customer file 那個為主 而將transaction為副的話 就會做出一些傻事 是什麼意思呢 有個customer的記錄在這裡 但是後面完全是生氣的 因為沒有transaction 沒有生意 我避免這個情況發生 我會怎樣做 我就會選什麼 transaction 行頭 customer 行尾 而選的join 是叫什麼 叫 left outer join 即是說一定有transaction 出現 才會貼下去 找回他相關的customer 而那些是沒有跟我做過生意的customer 將會在我們新的query裡面 會不會出現 是不會出現的 如果是這樣選 明白我這樣 這個就叫做left outer join 但如果在現在這個情況 如果我講right outer join 是什麼意思的呢 就是我所有東西 以second table為主 那就是說 所有customer的資料 一定會全部出出來 甚至乎Dubicate 原因是為什麼 可能他有很多transaction 對不對 但如果有些customer 跟我們從來沒有生意往來的話 他會出現 會照出現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簡直是叫做right outer join 現在在這個scenario 來講 就是用customer作為主 從而他沒有跟我們有生意往來 也好 我們的transaction 都要漏空給他 超愚蠢 在這個scenario裡面 所以 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想想 其實我告訴你 你們遇到的join 只有這兩種 就是left outer join 和right outer join 主要這兩種而已 你搞定他們兩個的話 bby loop可以不用了 省回了 可以 喂 收不收到說什麼 好了 如果是這樣 這個scenario 那就是選誰 left outer join 還有他最開心的是什麼 他跟他說 喂 你match到 ok 還要把你 the selection has matched 哇 這麼多人 個十八千萬十萬 二十六萬隻 死了嗎 二十七萬隻 差不多 好了 但有時候很壞的 有時候這個位置 會灰了 知道嗎 其實什麼情況呢 告訴你 如果這個位置 這麼不幸灰了 通常你按這個 這個鍵叫refresh 你把上面的table 或者下面的table refresh 這些位置 就會穿回你 給你有一届 明白嗎 just in case 沒有問題的嗎 就是 OK 恭喜 你把你生了 你的孩子 一個新孩子出來